台灣人愛吃雞肉 根據統計 一年可以吃掉6億隻雞 也帶動年產值300億以上的 肉雞市場 而這一間 隱身在三峽鐵皮屋的烤雞店 業者楊祺翰 過去曾是效力中華職棒的球星 之後轉航經商 四年前才帶著祖傳秘方挑戰 賣烤雞 只是一開始他連拔雞毛都不會 但還好他有運動家不服輸的精神 耗費三個月研發烤雞 終於做出奇蹟好滋味 現在最多一天賣出800隻烤雞 整個器材就是台灣的黑麵 那以肉質來講 它的纖維是比較粗一點 就是我們吃起來我們講的口感 它就比較不會有爛爛的感覺 它的肉質比較那種有多汁鮮嫩 我是因為說我怕吃不夠 因為都買一年 謝謝 因為我媳婦上網看說 這一家口味跟宜蘭滿像的 對 我就來這邊訂 昨天還撲空 因為沒有錢打電話 從網路到在地人都在 沒預訂現場 絕對吃不到的人氣現烤土雞 口感到色澤 絕對是吸引人家的關鍵 我希望用甘蔗它的這個蔗糖 讓它產生它的一個煙燻的效果 讓整隻雞看起來 就是色香味俱全 一點點的甘蔗的香味 甚至於一點點甘蔗的甜 人家講的一點 鹹甜鹹甜的那種感覺 在濃厚的蔗香煙霧主線三句 呈現出一隻隻紅嫩色澤 油油亮亮的烤雞 要做到雞肉鮮嫩不柴 吃到嘴裡口齒流向 光錢之作業 就要超過一整天 下鍋燜烤前的土雞 先放入冰塊跟海鹽 淨泡去除腥味 雞子也感受一波冷熱交替的刺激 因為接下來要泡入油當歸 桂枝 甘草 數十種藥材的中藥玉 是不可或缺的祖傳秘方 那那個是從小時候 就等於阿公的時代 那時候只知道他們用了 十幾種的中藥材 對 那那個味道我們記得 那當然那個配方也都還記得 這個等一下我們進去煮的時候差不多 我們溫度會讓它降下來 差不多剩下只有80度 那就用很像類似現在市面講的 市面上說的那個酥肥法 等一下它下去的時候 會讓它空溫在79到80度左右 13台電腦恆溫機主機 烹調出類似輸肥肌肉 一般的軟嫩多汁口感 再經過一夜冷熟成 這個每一隻雞都是一個套袋 然後它必須再經過24小時的 整個冷熟成 對 要冷藏24小時 那它整個中藥 我們剛剛吸飽的中藥 才會進去到裡面 經常出入冷凍櫃 只會讓中藥才更入味 冷凍櫃跟其他設備 誓資300多萬 都是楊啟翰為研發好口味 所灌出的心血 既然有效掌握肉品來源 就能找到更多商業模式 雞湯這一塊應該也是 就是在這近三四年 因為疫情的問題 那消費者也改變了很多消費型態 比方有改變了一些電商 網路的購物 那我們一直在想 既然我們有整個電載廠的資源 我們是不是也嘗試著去研發出 料理包的雞湯 用電鍋加熱即可食用的 藥扇仙草雞湯 與紅棗玉煮雞湯包 就算天氣漸漸變熱 喝起來一樣很清爽 硬採大量生產 才交由連鎖鍋貼墊設立的央廚 客製化代工 規劃良好的央廚 首要任務是食安管理 搓仁汶水徹底洗淨 中藥材表面雜質 生產發亮的烘灶 像是一顆顆紅寶石 能讓雞湯變得鮮甜美味 把我們清洗乾淨的紅棗 然後放到我們的乳包袋裡面 這樣等一下我們煮完湯的時候 我們會撈的時候會比較好撈 而且可以避免一些雜質異物 掉到我們的湯裡面 滾飛的水溫高達50多度 陸續把中藥材乳包上百公斤的雞肉塊 觸動天車吊寡傳燙 金黃色澤的雞湯是全鍋精華 還不急著撈出 遵循ISO宣傳流程 檢驗嚴度 比出大大的OK 意味著第一線人員為口味嚴謹把關 差不多就是這樣整塊的肉 對 這樣客人在吃的時候 比較那個才有那個口感 楊潔暗示少見的委託者 會親父工廠挑選蛋肉的雞塊 確保消費者喝到湯 也能吃得到足夠的雞肉 每一份食材其實本身都有固定重量 讓我們的雞肉都會秤大概130到140克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兩顆紅棗 然後大概還有15克的玉竹片 然後把我們的湯汁總重 補到一包是500克 被俗稱八爪魚的自動包裝機 由不同的觸角分工 把袋子撐開 投入內容物 再注射湯汁 壓平 最後封口 穿越輸送袋 每一個環節都有一些管制點在 然後最後的部分 像我們的調理包也會經過後殺 那經過後殺可以做到更好的一個殺菌 然後達到更好的一個品質的控管 央廚輔射的實驗室每天還要負責原料到成品 農藥殘留 動物用藥跟維生物 三大項檢驗 1993年到現在 那也將近30年的時間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一次的一個 產品的一些風暴 各種條件管控一流 因此讓負責三個食品廠的總廠長 蔡豐雄很有信心 絕對能避免食案事件爆發 與楊啟漢這類的中小青參與業者強強聯手 也老早將口碑大擊出去 爸爸就把我丟到球隊 那也傻傻的打 打到國小畢業 國中 高中 然後到成棒 那後來有到職業棒球 那我個人在職業棒球待得比較短 我兩年就退下來了 那時候就受傷 那我覺得在十幾年的球員生涯裡面 我覺得讓我學習最多的 就是那種不認輸的 那種態度跟精神 由職業球員轉型經商 楊啟漢出處展現運動員 不服輸的態度 現在也套用在研發美食上 經常見他獨自坐在烤爐前好幾個小時 執障精神也激發亮代共鳴 真的 我是有時候跟朋友在講 當時在研發不管是烤雞啊 或是脆皮無花豬 我差不多有兩個月 每個晚上不是夢到雞就夢到豬 輕視脆皮無花豬肉口感 身為第二代的楊寧傑 今年二十四歲已在工廠打工五年 大學年氣魂的他也期盼有能力捷棒 替父親分勞 現場是我在經營 現場的零售客 然後有時候會支援網路上面的行銷 再來我會給他更多的空間舞台 去測試他 甚至於說會特別去期待他失敗 嚴父又是雇主身分 楊啟漢其實更多是聲教大於嚴教 讓女兒體會創業艱辛 才能讓婦女兩代其力 為事業共同打拚 台灣的產業類型多元 不少業者更是從台灣出發 邁向全世界 也讓台灣製造這四個字 成為品質保證的代名詞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節目內容 想要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 歡迎上臉書來搜尋台灣上前衝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吳軒怡 我們再會 我是吳軒